第三個,這題應該是難度最高的 開課期別工作表的上課人數 欄位 開課期別 開課期別在這裡 上課人數要統計出來 可是這個統計要怎麼統計 開課就是這個課程 C04 他的班別叫什麼,網頁製作班 什麼時候開,這個時間到這個時間 總共有多少人上課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答案就在哪裡 他這邊有提示 他說 他要用康流 所以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要慢慢算,算到下班都算不完 使用公式計算每班上課人數 最後要算出來 可是呢,其實資料在哪裡 其實資料就在 剛剛應該是修課資料這邊 修課資料裡面呢 那我怎麼知道 這邊有幾個人 其實這邊你會發現 比如說我今天開課期別 這個是什麼 C04 對不對 當然 他意思是說 你要去算這個 C04 裡面有幾個人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怎麼知道這邊有沒有C04 那比較笨的方法就用眼睛看 C04有沒有 有一個 然後往下找 這樣太笨了吧 你們算 而且算很容易算錯 所以 就有同學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什麼 用排序的 資料裡面 他說會排序 那你可以什麼 A到Z A到Z指的是 就是 分別按照ABCD排列 排序一下 OK C04 1234567 7個 開課期別 這個C04就輸入7嗎 這樣好像有聰明一點 但是問題 你這樣 這麼多班 你要算到民國哪一年才能下班 對喔 所以 不OK 這個方法不是很正確的 主要我是跟各位講說 如果遇到像這種問題 裡面有幾個 然後你不是用排序 所以把它感受一下 把它恢復一下 你如果這樣 老闆會覺得 你這到底 你會用 所以我怎麼知道說 這個班別裡面 有幾個 是 C04 有幾個 是 E03 有幾個是 Z01 如果幾個你幫我加起來 總Total 那這個時候怎麼做 其實題目已經有提示了 其實這個提示 它跟我們講說 你就用哪一個函數就可以了 用康乙符就可以了 特別重要 跟各位講 這個康乙符函數 非常 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會這個函數的話 很多事情就簡單了 馬上算完 但是如果你不會 你就慢慢來吧 OK 那我跟各位講 其實 像我剛剛有點名 那我怎麼知道你們有來沒來 其實我用康乙符就好 馬上就知道 誰有簽到 誰沒簽到 如果我不會康乙符 說真的 我光算 你們到底誰來 誰沒來 我都頭痛了 但是如果 我會用康乙符 真的很 做起事還蠻愉快的 是一種 非常愉快的經驗 對不對 如果不會 會跟不會差在哪裡 真的就是結果不同 所以你先看 有的人 上班 整個心情很不好 一想要上班就覺得憂鬱 但有人上班就這麼開開心心的 很愉快 為什麼 因為太簡單 太容易了 因為你工作上的所有事情都 很容易 因為我們都會嘛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 你只有這個工具 很多人可能上班 80%的時間都在用它 那你如果說你80%的問題 這個工具你都非常熟練的話 我相信你上班應該是很愉快的機嫌 所以這裡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的話怎麼算 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課班別 答案在這裡 所以 你游標就是放在F2裡面 再插入什麼 插入特別注意 康乙福 康乙福在哪裡呢 你可以用全部 找C開頭的 或者你可以在統計裡面 找C開頭的 他在統計 我建議你可以記一下 康乙福在哪裡 看在這裡 那特別注意 假如說你沒有用過這個函數也不用擔心 你可能看一下提示 康乙福他要跟我們要兩個東西 一個叫Range 什麼Range呢 你要找資料的範圍 就是剛剛那個翻筆 第二個呢 Criteria 就是條件 條件就是你要找什麼 在那個範圍 你要找什麼 意思很簡單 就是在剛剛那個 前面那個修課資料的斑別裡面 找 這個C04就好了 那答案就出來了 就這樣子而已 OK所以有的時候我建議各位 你學函數不要10倍 理解他就好 也就是你會 使用函數的方法 即便有些函數你沒用過 我想你大概看一下你也會啦 像我很多函數我也沒用過 但是我看一下我大概知道怎麼用 一下也就正確了 沒什麼問題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做的方法 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Range Range就是剛剛這個修課資料裡面的這個斑別 這個範圍 不過我們剛剛有做定義名稱 所以其實這邊 你其實可以不需要去選它 其實你可以直接怎麼樣 在Range的地方 直接用名稱就好了 也就是說直接按F3 它會跳出什麼 斑別 所以剛剛為什麼要定義那個名稱 意思就是說那個範圍 以後就叫這個 但是你記得 你 會需要多寄一個按鍵叫F3 它會幫我把這個畫面叫出來 你用選的就好 OK 也就是說你在F3裡面 當然有一種情況 老師我按F3它沒有離我 沒有跳出來 怎麼辦 自己打上去可以 你就打斑別兩個字 也可以 但是你打斑別後面要帶資料過來 就是像這樣的大瓜五 這樣OK 但如果沒帶過來 表示你那個斑別字 那個名稱沒有設定好 你可能就要重新再設定一下 OK 然後在斑別裡面找什麼 找這個 C04就好了 OK 總共幾個呢 總共7個 按確定 然後呢向下填滿 全部做完了 算完了 而且一定是非常正確的 比你用眼睛算的 還要更精確 那你為什麼不把這個學好 就這樣就OK了 全部算完了 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像你們那個 簽照對不對 其實也是這樣 你們到我的學習簽照部 那簽完之後呢 我就再把你們簽到的訊息 把它複製到 另外一個四串表 不過這個都是Google的 然後呢 但是 建議啦 你這個 簽照還是把你的姓名也 把它放上來吧 還有這個空白不要空 OK 我把它複製過來之後的話 放在這邊工作表 這個是今天 有簽照的 那我其實最後還是切學號 因為我怕如果全民 可能會有錯誤 所以我乾脆切 它前七個字就是你們學號 然後呢 到哪邊比對呢 跟你們的學號比對 出現了次數 所以你會發現 有到的 就一次 這個同學還是沒到 卓心燕有來嗎 沒有 那這個呢 盧倩雲嗎 有沒有來 沒有 高宇謙有來嗎 沒有 這個同學 盧怡婷有來嗎 也沒來 陳玉琦 沒來 李柏緣有來嗎 沒有 徐玉琦有來嗎 徐玉琦有來嗎 也沒來 這個兩個 凡起瓶有來嗎 有 在哪裡 主流手 你有兩個人嗎 我早上有來 早上有來 你簽 OKOKOK 好 好 這個 鄭世傑 你有分身嗎 好啦沒關係 至少有簽 郭全 靜 OK 那這個 蔣尼 靜有來嗎 OK 你忘了嗎 你忘簽嗎 怎麼沒有 好沒關係 你再補簽一下 然後 謝佩穎有來嗎 沒來 OK 然後 這個 請假 吳慧文有來嗎 王孫你還在請假 OK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 康尼福試做看 康尼福的話 主要就是可以幫我們很快把 我要統計的上科人數 很快的把它算完 OK 後面還有 還有一題 頒別做完了 頒別做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頒音差不多OK了 所以最後把它另存新檔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請各位最後再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呢 存檔的名稱 就存成什麼呢 104A 就這樣 OK 另外跟上一題一樣 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呢 就是 它需要有一個叫ODS的格式 所以你就存成ODS 不過它會警告說是不是有什麼 有些相容性問題 因為 ODS是OpenOffice用的 所以有些格式可能不相容 不過它會警告 按確定就好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畫面再畫面再畫面會有一下 OK